這位民眾一定常看到議員或是里長候選人 在讓路口掃接敗票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連勝文陣營 打算在最後衝刺階段 讓連勝文到台北市各個重要路口 站在肥皂箱上頭 來跟來往的車輛民眾揮手進行催票 就是希望能夠用誠意感動選民 走過一個個路口 連勝文掃接敗票很勤 但要怎麼讓選民更有feel 連陣營要出其招 選戰之路倒數階段有連自己的不聊 就建議連勝文要站在路口跟路過的車輛 還有行人揮手做最後的衝刺 要讓連勝文站在路口 讓來往的民眾看個夠 這一招四年前 還不需要嚎嚎逼也才能過 謝謝 謝謝 拜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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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可以勝出戰之路口敗票 什麼時候 有考慮嗎 我們各種都有規劃 各種都有規劃 大家看最有效率的方法 肥皂箱敗票法不知能有多少效果 但連勝文身邊總有隨乎 清理程度可能打折 路口定點做宣傳 還有安全考量 難以基層意見多多 行程應該是他們連總部裡面有規劃 當然是好像有聽說有這樣的計畫的樣子 會比較建議說 例如說去公園的掃接敗票 跟陳建運動團體敗票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他有印象或是好感 但是就是因人而異嘛 上街站路口揮手請託 臉書館身邊憲策不斷 如可反敗為勝得步步散肆而行 記者貴心安 黃玉恩 採訪報導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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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